面对宇宙人类有多渺小 这是月球 也是地球的卫星 直径3500千米 这是水星 距离太阳最近的星球 直径5000千米 这是木星的卫星 木卫三 类似于地球与月亮的关系 直径5500千米 这是火星 地球的姊妹星 直径7000千米 这是金星 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没有磁场的行星 直径12500千米 这是地球 直径13000千米 不出意外的话你会死在这里 这是开普勒10c超级地球 直径31000千米 距离我们560光年 这是距离我们最近与地球最相似的星球 这是海王星 直径5万千米 这颗星球上常年刮着2100千米每小时的风暴 这是天王星 直径5万1000千米 它有着高达6650度的海洋 目前没人去那游过泳 这是土星 直径12万3000千米 上面的土星风暴甚至能撕裂钢铁 不建议去上面吹头发 这是2Mars直径12万5000千米 人类一只最小的太阳 真的有人能控制地震吗 一级文明 人类能彻底掌控地球 能利用地球所有的能源 我们甚至可以预测100年后可能发生的地震 将这些地震所产生的能量收集 人类能控制火山喷发 让火山变成供暖装置 专门给冬天没有暖气的南方人供暖 能控制全世界的天气 能让撒哈拉下起暴雨 能让珠姆朗玛峰自寂如春 甚至能让太平洋变成太平路 人类可以操控地球的引力 能让地球的引力变得像月球一样 到了那天 5G传输就是上古时代的产物 人类可以决定地球上存在哪种生物 可以一秒钟让地球上所有的蚊子消失 也可以创造出蚊子加蜜蜂的结合体 更加牛皮的蚊子 而这仅仅是一级文明 人类现在是0.7级文明 然而二级文明可以轻松毁灭我们